一位吃素的妈妈跟创新的儿子 经营出特别的牛肉面 中餐 这是我们的澳洲火箭 是澳洲和牛的尖小牌 乍听蔡富武对客人的解说 可能会以为端上的料理是牛排 要是生肉嘛 倒了汤以后它就会变熟了 它帮你准备五到七分手的熟度 肉汤热气从碗里窜出 做着手工面条 虽然端上的是牛肉面 但这一片片牛肉 还真的是从牛排切片而来 就像是纷飞的雪花 油脂均匀分布在色泽粉嫩的肉片上 蔡富武居然用9A级澳洲和牛 甚至是美国Pride级去骨牛小牌和乐业 做牛肉面食材 这碗牛肉面价格当然低不下来 客人的冷笑随之而来 以前刚开的时候 有人吃的时候 吃这个不去吃牛排 但蔡富武坚持 要端好食材 价格不是关键 观念才是 不怕被唇舌 他决定对上门的客人 一个一个解释清楚 那我们也是很试着说服客人说 我们也是拿一整片的 和牛牛排来切的 那有些客人不大有接受 因为他们没有想到说 和牛在外面一片一块牛排 我们就算卖到四五千块 但是我们这边是一两千块 所以你必须要让消费者 知道这件事情 开店之初 不止市场接受度是个大问题 连肉商也不愿意供货 肉商基本上 他会把高级的肉肉 留给五星级的餐厅 就是五星级的饭店 或者是高档的餐厅之类的 但我们跟他们讲说 我们想要吃牛肉 他们都会爱你不理的 都知道说不行 那个一定要试着把 让他们注意到我们 所以我们在一个月的时候 就订下很多的肉 然后这个肉商就注意到我们 会这么坚持牛肉的等级 要媲美五星饭店牛排 蔡富武想的是 能够和妈妈的牛肉汤头 完美搭配 因为这可是如素的母亲 潘秀岳 努力突破吃素的心理障碍 为了家人熬制出来的 老爸生的时候开始可以吃牛 家里开始可以吃牛肉 等于医生说 吃牛肉可以补贴质 因为那时候化疗 所以那时候爸爸就开始吃牛 家里才可以 在正式的公开场地吃到牛肉 原来不止潘秀岳吃素 因为祖先务农的背景 过去全家人从不吃牛 但八年前丈夫离癌必须补充营养 两个儿子也顺势和爸爸一起破除禁忌 开始吃牛肉 但怕外头又是胃素又是添加物的 潘秀岳亲手煮出了第一碗 荤的牛肉面 为了煮出健康 让家人爱吃的牛肉面 潘秀岳把汤头含在嘴里是味道 甚至连肉块也放到嘴里咀嚼后 再通通吐掉 看看那个软度是什么 口味是什么 只有这样子 但是他们会跟我讲 我会一直找东西 找什么配料 一次一次地把它改进 一次一次地把它吃吃看 那段时间里 潘秀岳强忍着吃素人一碰肉 就会出现的恶心感 肉汤只含在嘴里 毕竟无法真正喝出 吞进食道的那种回甘 于是儿子成了妈妈的味蕾 儿子代替妈妈的舌头 发挥敏锐味觉 但偶尔还是会有牙齿 咬到舌头的时候 我说他打开 妈 今天的汤子怎么样 味道是怎么样 我说那有什么样 不然你去吃看看 你不会说那不然你自己吃 有啊 有过啊 难免大脆够 但不懂得烹饪的儿子 反而能忠实呈现出 时刻的感受 潘秀岳也总是绞尽脑汁 要找出儿子口中欠缺的味道 因为常年吃素 深谙素食料理的食材特性 反而让潘秀岳的牛肉汤头 有了意外的惊喜 所以我会讲到这个苹果 他菜你就把它调嘛 调到哪一种的在煮汤还是煮炒 哪一种的比较甜 像那个火锅有没有 不是大白酵就是这个高丽菜嘛 慢慢的去调啊 不是说一下子就会了耶 也是调了好久耶 好久喔 因为我都没有吃啊 都要靠他们的 煮出来就要靠他们去吃啊 大量的蔬果化剪了一般牛肉汤头的油腻 还多了骨鲜甜 画龙点睛的关键 潘秀岳没有长丝 加上牛大骨和自制的中药料包放进大锅内 慢火熬煮十多个小时 成就了自家牛肉面独特的味道 儿子带着同学回家 这一吃口耳相传 原本没有开店念头 只是一碗母亲做给恋爱父亲吃的 私房牛肉面 在爸爸过世后 蔡父母才起心动念 想让妈妈这份爱的味道 飘散得更久远 决定开店 在爸爸妈妈和弟弟的名字里 各取一字当店名 象征一家人的心紧紧相细 我们家人对我来说就很重要 就是让他们让我觉得 我这辈子因为他们就觉得很圆满 牛肉面店不能只靠妈妈一个厨师 蔡父母找来没有餐饮背景的 高中同学和表弟投入厨房 但开店之初 没有经验的厨师们根本不知道 食材先放后放有什么差别 甚至想省点瓦斯 曾经把所有食材不分时程 以一次丢下锅 让汤头品质一度很不稳定 客人不愿上门 最严重的是有一次中午蛮多人的 然后那一天我进来说 烫不行全部大家都补废 然后大家才惊觉说 老板要求成这样 我就说今天汤全部都说不卖了 就是要做到这样的坚持 宁可不赚钱也不能破坏这个品牌 蔡父母每天盯场 和毫无经验的厨师沟通磨合 总算让妈妈的味道达到稳定 但总不能只卖一种肉块牛肉面 蔡父母想到妈妈的好汤头 应该可以和顶级肉质激荡出火花 但问题是牛肉放到汤汁里久熬 再顶级的肉质都会柴掉 于是他想出了 让牛肉面也能涮着吃 我帮你们示范一块 它是在粉红色的时候是最好的时候 而牛蛇还能在炙烧间 和妈妈的汤头完美跳上一曲天狗 儿子的创新做法很跳通 但妈妈总在背后默默支持 我会想说当时一个牛肉面就好了 为什么用那么复杂要干嘛 我会这样自己跟自己讲 我不会跟他们讲 我会想说年轻人嘛 给他们去创业也可以啦 给他们去做做看 我从后面这边把他 当了我就推他们嘛 要想办法就给他们去用嘛 母子合作出来的心血结晶 口碑逐渐传开 越来越多海外客慕名而来 我想问一下 这个面条是触面还是 这是细面 还曾经有香港资金上门询问 合作的可能 蔡富武却拒绝了 他说想自己守护妈妈的味道 不希望赚了钱去做个味 我不希望家门 还是希望每个家店都有我们的精神在 不然的话妈妈的味道 为什么这边吃起来不一样 为什么吃起来是这个 就像店内陈设的古老留生机 满市的复古装潢 蔡富武想传达的意念很简单 我当时还有一点想要救的东西 是因为在妈妈那个年代里面 不会有人放什么塑胶粉 什么粉 就是那种毒塑化剂 也不会有人放牛肉鸡 就大家都是主管牛肉面 就真的是拿肉去控那个汤 然后一方面就觉得 这种东西时间久了 这种东西没办法对时间去代替 无可取代的 还有吃素母亲 以神农尝百草精神 为家人烹煮美味牛肉面的那份爱 我没有办法确保我五年十年后 我如果是一个大老板 或是我倒在路边 我还会不会去做公益这件事 但是我能做的就是 我现在想做什么 我就去做什么 我现在想要去看看那些老人家 我现在想要去陪伴那些小朋友 我就去做